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16年的6月 一带枭雄袁世凯病逝之后 黎元宏继任了民国总统 段祺瑞 执掌国务总理 大家都知道黎段二人在当时都有自己的绰号 一个人称黎菩萨 一个人称北洋之虎 此时黎菩萨和段老虎共掌国柄 本来两个人应该同心协力 好好的治理已经是千疮百孔的国家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 在此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 黎段二人针尖对脉盲争斗不已 史称辅怨之争 1913年12月的一天 湖北武汉迎来一个难得的冬季情日 时尽中午 汉口码头古月喧天 气氛热烈而隆重 黎元宏副总统亲率众人 送几天前来厄考察的陆军总长段祺瑞 启程回京 谁知 谁知就在二人即将挥手告别之际 只见段祺瑞的心腹亲信 徐树正猛地窜到黎元宏身边 拔出手枪 抵在黎元宏腰间 低沉而阴冷地说道 请黎副总统随我们一起到北京就职 顿时黎元宏惊出了一身冷汗 随后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只好乖乖地跟着段祺瑞一行动身北上 袁世凯开始当大总统的时候 就把这个副总统的这个位置 给了这个李元宏 李元宏脑子也非常非常清楚 他这个副总统在哪里呢 他把这个牌子挂在五畅 我就不到北京去 你怎么叫我就不去 后来袁世凯是派了几个人去请他 他坚决不到北京来 最后没办法让段祺瑞去 原来早在这年十月 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 李元宏当选副总统 当选后 本该北上就职的李元宏 却摇领副总统身份 坐镇武汉不动 依然牢牢控制着整个湖北地区 袁世凯对这个李元宏呢 是非常 就是又害怕他 但是又要笼络他 是这么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情 他为什么呢 新海革命 李元宏是武昌 起义的最高领导人 等于这个清朝政府 开始垮台就是垮台的 这个李元宏手上的 此时 李元宏头顶首艺元勋桂冠 手握六万雄兵 再加上民国副总统 兼湖北都督的威势 这让袁世凯寝食难安 做梦都想把这个心腹大患 调虎离山 但李元宏以各种理由敷衍堂塞 不肯就范 段祺瑞他的职务比李元宏高得多 熟了一个湖光总督 做过这个当时的这个北洋军 做过统治 后来又做过军长 又做过陆军这个总长 他怎么来说他的这个地位 都应该比他一个小旅长大吧 所以他压根心里是看不起这个 李元宏的 李元宏也知道 所以段祺瑞一去 李元宏害怕了 那你要是再不再不走的话 那将来可能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李元宏是乖乖的跟着这个段祺瑞 到了北京 到北京以后呢 袁世凯把他弄哪呢 给他卷在这个银台了 就是关这个光绪的这个地方 给他弄那去了 外做事他一概不知道他不知道 1916年3月22日 还没过够黄帝隐的袁世凯 被迫取消帝制 恢复共和 此时全国舆论纷纷逼迫 称帝失败的袁世凯下台 尤其是南方护国军政府 强烈要求按照民事约法规定 力挺李元宏接任大总统 这个袁世凯死了以后呢 想来想去就是在临死之前 想来想去这个位置交给谁呢 如果你弄到这个徐世昌手上 徐世昌这个人他没有实力 他没有不对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更多的人脉 他不如这个李元宏在这个 全国老百姓心中啊 因为他毕竟是这个手艺之躯嘛 是这么一个人物 那不如把这个政权交给李元宏 说比较稳当一点 交给段祺瑞呢 他也不放心 段祺瑞因为后来跟他闹的也很焦 所以最后就把这个位置呢 让给这个李元宏 消息传开 不甘寂寞的冯国璋按捺不住 于5月1日发表通电 公开表示反对 在通电中 冯国璋声称 尽随取消地制 论者皆为民国中断 大总统原有地位也已消灭 副总统名义已当同归消灭 意思是说 袁世凯称帝中断了中华民国的法统 大总统都没了 又何来副总统呢 冯国璋当时就提出来了 没有副总统 为什么没有副总统 就是说 袁世凯当皇帝的时候 这个法统已经断了 对不对 中华民国到你那时候已经断掉了 哪来了副总统呢 那意思就是说 你李元宏也不能当总统 谁当总统啊 我冯国璋出来当总统 说的不是很明白 但是是这个意思 这个电报也很有名 所以每个人都有当总统的野心 就看你有没有实力了 据说 因为段祺瑞自己呢 他一开始就想做总统 段祺瑞当总统 跟这个冯国璋一开始想当总统 两个人的意义是直接冲突的 冯国璋为什么发那个电报 他就是为了自己当总统 所以段祺瑞看得也很清楚 所以他把李元宏推出来跟你玩 实力在他手上 我不要那个名 但是整个全在我手里 1916年6月6日 袁世凯撒手归西 当天段祺瑞 以袁世凯的一命口吻通点全国 按照中华民国约法规定 副总统黎元宏代行大总统职权 谁去宣布呢 国务总理段祺瑞 段祺瑞是120个不愿意 李元宏在他手底下就是一个小小的旅长嘛 我那么大的职务 现在我在来跟你这个 说好话在你的手底下工作 那怎么弄啊 所以段祺瑞到了李元宏家 有非常滑稽的一幕 进来以后也不打招呼 往那个太师椅上一坐 李元宏看见他也不打招呼 也坐到最边 两个人就在那 谁也不说话 坐了将近有十分钟 最后段祺瑞自己感觉的好像有点过不去了 站起来跑到这个李元宏跟前 连居三个宫 然后这个李元宏赶快又给他回了三个宫 然后段祺瑞又走 1916年6月7日 李元宏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身为江苏都军的冯国璋出任副总统 段祺瑞则出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 军政大权急于一身 袁世凯死后 北洋就不开始出现纷争的裂痕 这就是直系 晚系和缝隙 眼望着大总统的宝座 段祺瑞 冯国璋都垂涎三尺 但是段祺瑞非常清楚 无论是按照孙中山的临时约法 还是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 李元宏都是无可争议的总统激战者 如果自己贸然接受总统权杖 势必会引发冯国璋的更加不满 就这样 在和段祺瑞乃至整个北洋系 纠葛不清的心愿救恨当中 位高权倾的李元宏入住总统府 那么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 会扶手听命吗 李元宏继任大总统后 宣布废除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 下令恢复临时约法和民国初年的救国会 而国务总理段祺瑞对此根本不以为然 他更看重乱世中的军权武力 因为兵权决定政权 尤其是在袁世凯去世之后特别明显 袁在北洋系奉他一人 袁去了北洋系的大佬就多了 这些人大家都是谁都不负谁的 或者说大家基本上过去 这个资历地位差不多 并没有一个人能够出山统一整个北洋系 那么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 谁能够占据政坛的主动 那完全是看第一他的手段政治手段 第二他背后能动用的政治资源 第三个还有很关键的 两者之间最后一个我们说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军队 谁的军队能够占据上风 那么谁就可以控制住政权 于是段祺瑞以陆军总长的名义 把省籍军事长官的名称 由原来的将军改为都军 至此各省都军盘踞一方 中国进入了南北分裂军阀割据的时代 民国历史上著名的都军团 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都军团原名叫各省区联合会 最初是由长江巡岳史张勋发起成立的 成员全部为手握兵权的各省都军 总部设在江苏徐州 鼎盛之时都军团里的都军成员多达十几位 对于这样随时可以左右政局变化的军事联盟 功于心计的段祺瑞深知其能量 极力满足盟主张勋的虚荣心 那个时候像段祺瑞等人表面上都支持他 他就觉得我的力量很强大 我就能够当这个霸主的这个 假如我要是能够让皇上复辟的话 那我就是开国功臣的这个 都军团盟主张勋人称辩帅 清廷退位后 张勋依然拖着大辫子 一直以大清臣子自居 做梦都想拥倾复辟 因此他时刻窥伺着北京政府的动向 等待机会 抑郁在当时的政坛上呼风唤雨 哪朝哪代需要都是忠臣不是奸臣 这是从古到今天是一样的 到今天也是这样 是不是 他在他那个特定年代 你很难说他做的就 当然你按现在说你历史潮流等等 我觉得看历史就应该只还原历史 他就是职 他就是忠 但是他没有心机 他真是没有心 他不是愿意做政治 搞政治对他来说不合适 而善于搞政治的段祺瑞 走马上任内阁总理之后 首先想任命心腹亲信 徐树征为国务院秘书长 遭到了黎元洪的坚决犯对 原来徐树征被靠段祺瑞这棵大树 平时为人飞扬跋扈 特别一想起当年劫持自己来京就职的路上 徐树征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黎元洪至今还浑身发抖 徐树征是段祺瑞的也算他的门生也是他的学生 两个人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 就是有一年冬天 徐树征到外边好像是去考试是干什么 因为这个没有钱了在旅馆里没有办法给人家写字 因为这个人字写得非常漂亮 段祺瑞正好也住了这一看又这个人写得很好 一看是个落地的秀才就两个人谈了 一谈觉得这个徐树中这个人才华过人 哎呀最后就延伞到自己手下 所以他们两个是这么一种关系 作为他的门生 徐树中这个人确实是有个大才华的人 但是这个人呢性格呢 非常这个跋扈的这么一个人 他只听段祺瑞的别的谁都怎么听 最终黎元宏还是扭不过段祺瑞 徐树一连春风当上了国务院秘书长 那时候由于恢复了临时约法 民国政体也随之变为了内阁制 但所有出自国务院的行政文书 在下发之前必须加盖一道总统印章 方能生效颁布 黎元宏几近几处 他几近几处 他给段祺瑞也闹 段祺瑞也就是欺负他给他闹嘛 所谓服务院之争就是他们俩之争嘛 黎元宏总统 段祺瑞总理 总统服务和国务院 总统服务和国务院呢 按理说总统领导国务院了 但是我们当时政治架构是有问题 行政国务院并不完全听总统的 但是呢又得总统给你盖个串 你颁布的命令没有我盖串 他颁布的不自确 服务院相互制约 总统印章成为了大总统权力的象征 这样新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徐树征 每隔几天便要抱着一摺文件 去找黎元宏加盖总统印章 段祺瑞批了一些文件什么东西 他任命的这些人士 直接由徐树征拿了这个东西 文件去找黎元宏 黎元宏不管怎么样 人家是个总统 我得看看呢 这什么写的 哦是换了这个什么 人事关系的人事变动了 一下子怎么换了三个厅长啊 就问这个徐树征 徐树当时就烦了 哎你老人家管那么多干什么 你盖章就行了嘛 就对这个黎元宏的态度 就是非常的恶劣 徐树征的嚣张气焰 让黎元宏的亲信幕僚们 看在眼里 记在心头 尤其是内务部长孙宏一 实在看不下去 没过几天挺身而出 开始出手扳机 孙宏一利用自己在国会中的影响力 联合反断力量 与徐树征针锋相对 频频引发冲突 一怒之下 段祺瑞以内阁总理身份 签署了对孙宏一的罢免令 仍派徐树征前去加盖总统印章 却联系四次 遭到总统府秘书长丁士多的拒绝 最后段祺瑞亲自出马 黎元宏依旧不准 气得段祺瑞甩袖而去 居然气质离京 所以李元宏曾经一度跟段祺瑞说 你要不把这个徐树弄走 那意思就闻到那我就跟你不拉倒 我就咱俩都说点事 那段祺瑞说好 你把我也免了我跟他一块走 就是 关系闹得非常僵 段祺瑞以辞职相威逼 李元宏不得不再次屈服 最终徐树征孙洪一丁士多同时被罢免 才同意回京复职 这番争斗段祺瑞之所以获胜 因为他背后有各省都军的支持 而李元宏麾下没有一兵一卒 只能够做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 地位几乎就和段祺瑞手中的一枚橡皮图章一样 因此李元宏呢必须要依靠段祺瑞的支持 而段祺瑞则需要李元宏这样一个各方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 来装点装点门面维护中央政府的形象 可是好景不长 没过几天服务院之争再次爆发 而且这一次达到了白热化 1917年 依此大战的炮火依然呼啸不停 硝烟滚滚进入第四个年头 此时协约国锋芒毕露 同盟国渐渐有些不知 于是德国决定恢复无限制潜艇战 使美国受到巨大威胁 这年4月6日 美国以齐莫曼电报为借口 和日本一样加入协约国阵营 而且还要求原本保持中立的中国 也正式向德国宣战 英美这些国家包括日本都来忽悠中国 让中国出兵 你中国出兵以后 万一将来 包括英美这些国家都是大国 德国嘛 德澳嘛都是小国 小国跟大国打 时间长了肯定是小国要打败仗 所以他们看到这步了 就是说我们应该参战 英美这些国家还忽悠这个原本 如果中国参战了 将来呢就给你们一个 这个胜利国的这么一个待遇 所以你中国的这个地位的国际上 就能够提高 恰在此时 一个担任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的外国人 出场了 他就是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 莫里逊 莫里逊向段祺瑞郑重承诺 只要中国和德国宣布断交 当年大清王朝 与德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巨额赔款 将全部作废 而一旦中国向德国开战 日美等国将提供 源源不断的资金和军事支持 身为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听后面露喜色 尤其是听到只要中国参战 日本将出钱出枪 帮助自己组建参战军 这对视军队如命根子的段祺瑞 简直是抵挡不住的诱惑 段祺瑞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 争取日本的支持 编练的参战军 但是有了这样一个军队 要知道在北洋时代的时候 所谓的传递的基础就是武力 有了武力就有传递 所以有了参战的这支军队的话 那段祺瑞的传递就存在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 一直担心日本趁机独霸中国的美国 突然态度大变 又在背后极力怂恿黎元洪 对德主和 不再支持中国参战 眼看着自己组建参战军的如意算盘 马上落空 段祺瑞怒火冲天 于是亲美的黎元洪 与亲日的段祺瑞各不相让 开始大大出手 段祺瑞他们是同意参战的 就是段祺瑞因为中国参战以后 就是通过将来能提高中国的地位 黎元洪和这个冯国尚是反对的 为什么 黎元洪想 如果 中国参战 英美这些国家支持中国这些武器啊弹药这些东西 那恰恰加强了是段祺瑞这一派的力量 就加强了惋惜的势力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闹得越闹越凶 就两派最后就是水火不容了 当时就成为府院之争 就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 闹得非常厉害 1917年2月3日 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 随后段祺瑞也拿着对德断交的咨文 让黎元洪加盖总统印章 遭到拒绝 一气之下段祺瑞又故忌重演 干脆辞职跑回了天津 黎元洪一见 连忙派人前往天津 乖乖的在断交咨文上加盖了印章 3月14日 中国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接下来 在是否参战这个焦点问题上 黎元洪铁了心 再也不肯加盖总统印章了 1917年5月21日 气势汹汹的段祺瑞 禁止闯进总统府 一进门 段祺瑞虎着脸二话不说 一指气势的要求黎元洪立即下令对得宣战 黎元洪借口国会不同意参战 不软不硬的顶回了段祺瑞 就这样两人越说越僵越吵 脾气暴躁的段祺瑞气得直拍桌子 最后又一次甩袖而去 法律就是互相牵制嘛 就是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完整的选举体制 就是那怎么在这个约束你的权的 就知道这种办法 结果这种办法一弄呢 就是整个那个时候就效率什么都没了 中国参战参战不了 为了通过对得宣战的议案 段祺瑞突然想起了都军团 于是他把十几位都军请来 炫耀武力威胁黎元洪就范 之后又组织一支支所谓的公民团 请愿团干涉国会讨论 终于招致重怒 内阁成员纷纷负气辞职 北京政局的动荡不安 让远在徐州的长江巡岳时 辩帅张勋看到了机会 他立即向黎元洪伸出了橄榄枝 于是有了张勋做后盾 黎元洪腰杆一下子挺直了 在5月23日果断下令 免去断职位 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 消息传来后 段祺瑞震惊万分 他立即指责黎元洪滥用职权 声称根据临时约法规定 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 因此不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 随后段祺瑞跑到天津 操纵都军团成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 多使河南浙江山东福建等七省 宣布独立 并指责黎元洪为奸人 甚至扬言北伐 就越闹越军这个情况就没法 这是一山不容二虎了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张勋这个时候 他在这个徐州带了他的三千辫子军 说我是到北京来调停 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矛盾 我在调停这个辅言之争的 陷于内外交困的黎元洪并急乱投医 再一次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辩帅张勋 于是1917年6月1日 黎元洪发布总统令 紧急召集长江巡岳使张勋 带兵进京 进行调停 在后袁世凯时代的民国政坛上 从未登上过总统宝座的段祺瑞 是一个可圈格点的人物 在这场著名的府院之争当中 段祺瑞暂时败下阵来 但是他会从此善罢甘休吗 对于支持黎元洪罢免自己的张勋 段祺瑞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辩帅张勋带领着辩子军政积极北上 段祺瑞又一次看准了机会 而张勋似乎在劫难逃 请各位明天继续收看民国纸牌屋的第五集 复辟